我身边都有很多贵人 在不一样的阶段给我很多帮助 很多啊 比方说小五队时期的 或是我自己单飞时期 李子恒老师 那时候是我们的专辑的制作人 那因为我以前 同时就半工半读嘛 然后很多时候有心态不太平衡 或者是这个工作应付不过来的时候 其实像我身边这些长辈们 他们一方面是 可能是我的经纪人 或者是我的宣传 或者是我的唱片制作人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 还要身兼我的心灵辅导老师之类的 其实对啊 到现在有时候想起来 都是非常感恩的 低谷当然也是会有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 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 如果都一帆风顺 肯定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那低谷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大家一样 也是会沮丧 然后心情没有调整好的时候 可能也会在家里面闭关 几天不想见人 可是我觉得到最后解决的方法 都还是应该要面对吧 用一些比较积极健康的方式 去面对你要遇到的难关 然后敞开心扉 不要怕 就像今天在栏目里面说的吧 不要怕失败 不要怕挫折 其实就能够走得下去 我觉得停止 所以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钱去买 那个医疗科技的 那个仪器的时候啊 他必须每天晚上 要听着他的心跳 随时如果他的心跳停了 他必须马上把他做急救 那现在的科技 因为是比较发达了 他要在身体里面装一个仪器 那个仪器呢 说起来可能大家不相信 真的很 现在科技很神奇 他随时可以去感应 就是这个患病者 他如果心跳停了 他立刻就能够帮他电击 帮他活过来 对对对 那现在他身体里面 就装了一个这样的仪器 那他其实 平常对自己的 就是一些 也很照顾自己吧 所以他现在是大肆的学生 刚刚在台上看到 他今天化了个妆来 比我之前录影的时候 都更漂亮 更健康了 其实 真的是我们 帮助他的人 一个最大的行为 我觉得